我第一名是這個欸 卡洛物 卡洛物感學法背心 可可這 顏色很難選 我就可以根據自己搭的喜好度 這個顏色很好看 可可外 西外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有時候會喜歡 稍微偏正式,一定隨便搭 然後我喜歡西外是短的 因為比較好活動,然後它有一定的挺度 然後我平常搭護裝或是裙裝我覺得都好搭 那我自己最後可能會選擇 因為我覺得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不甘於單調的東西 這件上衣是我穿上之後覺得真的很好看 我剛剛也想說 介紹不行 一般上面看起來很單調 這件上衣看起來你不會想拿 因為它是第一本款 我覺得它上去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的紋路很好看,你這樣拍照都會看得出來 有一點點 白色比較明顯,我自己也喜歡白色 而且我覺得它長度拉出來也太好看 不會太長,不會沒精神 而且它的幽靈實在太友善 我真的很少稱讚幽靈 你也應該很少稱讚這種基本題目 對,沒錯,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第四名是臉書 因為我覺得它的小褲是很不明顯 又有口袋,腰帶就是腰帶不搭 你上面可以穿外罩 或西方外套也很好看 十搭型,它可以可休閒可正式 而且腿超長 小褲子要留意一下褲 然後今天的第五名是這個 玉京翔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表現 它就是很柔頭 很好看 它的風秀是真的蠻特別的 不太一樣 一般是坐在這邊 大家都會考慮手臂圍 這樣就比較不用擔心 而且是褲子 然後綁帶一樣可以自己挑 決定要不要綁 或是綁綁綁的 或是有點閒腰身 然後下板一樣就是很漂亮 挑一的下板 這是當真的清單 好